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 全球经济正在放缓 尤其是制造业 中期增长前景依然疲弱 内媒调查反映大多数受访问经济学家预料联储局7月加息之后 结束加息周期 通胀料回落 息口再难大家 股流投资市场看好 上述调查显示 市场一致预期联储局7月底政策会 以之后加息0.25来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7月底加息后 加息周期将结束 而早前访问的106位经济学家 全部预测7月底加息0.25来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5.25至5.5来 只有19人估计7月加息之后 联储局仍会加息 预计明年3月底前最少减息一次的受访者比例 下降至55% 较上次调查大幅下跌23个百分点 对于通胀前景 29名回复受访者之中 有20人预计今年底核心通胀率会稍为下调 或维持目前少低于5%的水平 工资升势是核心通胀最麻烦部分 所有主要通胀指标预计 最快要到2025年 才降至2% 接近3分之2受访者 预计美国一年内陷入经济衰退 85%更认为今年底前开始陷入衰退 分析师仍预计今年经济增长1.5% 较6月调查高0.3个百分点 明年增长将放缓至0.7% 美国6月份新屋动工按月下跌8% 预期为下跌9.3% 新屋动工有143.4万户 市场预期为148万户 至于建筑许可下跌3.7% 预期为上升0.2% 建筑许可有144万户 预期为149万户 尽管美国经济及通胀有所放缓 但投资市场的楼市 及股市经已一马当先走高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7月房屋市场指数升至56 高过6月的55 创出去年6月以来新高 合乎市场预期 反映当地楼市持续稳定地改善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导致 纳指及标指均扶摇直上 表现硬朗 美国投资市场逐渐扭转怼势 世界各大城市的楼市及股市 亦多数有不足表现 令投资者从去年大跌市损失改变成为 占有利钱 由洩钱便赚钱 气氛大为好转 如果美国及欧洲通胀能够低期 加息亦快将行人止步 全球股流投资气氛将会进一步向好 去年不振的全球资本市场 前景会逐步改善